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北 还记得我去年的表现吗 记得 不记得很正常 第七被淘汰了 很正常 然后被淘汰之后呢 很多微博网友真的非常善良 很多微博网友给我发私欺安慰我 说小北你加油 你是最棒的 我们会一直支持你的 但当时真的不用安慰了你知道吧 因为当时我已经被淘汰一个月了 其实理由很简单 我觉得跟大家说 大家一定能明白 因为我们线上节目是提前录制的嘛 第七期我被淘汰的时候 我们才播了两期 而且我们签了保密协议 就是在节目播出之前 是不能关注 啊 比赛今天要哪一步了 谁都冠军了 妄免不配 这都不行你知道吧 你非要cue我吗 这么招转恨的 但那个时候已经有人都认出来了 那个时候我在上海大街上走 突然有一天有个大哥认出来 他说 哎 你是小北吗 讲脱口秀那个 我说我是 你好 你好 他说小北今天我特别看好你 我觉得今天不贯 我说大哥我加油吧 我加油吧 谢谢你 然后我转身就走了 大哥真的非常喜欢我 因为我走之后他还没有走 他站在我的身后 跟随我走路节奏 边在我背后喊 小北冠军 小北冠军 我边走边在哭 大哥你别说了 我签了报名协议 小北 镜好大哦 镜好大 镜好大 我觉得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就是这种陌生人带来的热情和关心啊 不光是陌生人 就是我父母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我现在上海工作嘛 然后我爸就经常会发一些安慰 关心我 但是每次发来的话呢 都有些奇怪你知道吗 我爸经常会发 他说儿子 干嘛呢 发张照片看看 我说爸我没照片 他说你现在拍一个 我说爸我那个 我先不跟你聊 我去洗澡了 然后过一会儿 我爸又给我发来 儿子你洗完澡了吗 我说你再这样骚扰 我就报警了我跟你说 真的 我爸的爱真的有点变态 然后我就想长大之后 有一些自己的空间嘛 有一些选择 然后那种感觉 我想要的选择就是小时候 我妈妈虽然每天都给我做红烧肉啊 但都不如我自己买的五毛钱零食香啊 即便我知道那是不干净的地沟油 但起码是我自己选的嘛 对吧 有一天我偷吃那个零食 被我妈发现 我妈特别生气 说你天天不吃饭 就吃这个油 你知道这是什么油吗 我说自由 我妈妈也没有跟我生气 就娓娓道来跟我说 那你知道妈妈做的油是什么油吗 妈妈用菜做的油是什么油吗 妈妈做的油是 I love you 我这空了 这个能取消吗 你打电话问 打电话问问 什么玩意儿 好了好了 镇静一下啊 然后 其实越长大真的越跟父母相处不来 真的相处不来 我最受不了我妈妈一点 就是我妈妈这个人真的非常爱干净 非常爱干净 甚至有些洁癖了你知道吗 它洁癖到什么程度 我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啊 但这百分之百是真事 我妈妈有多洁癖 我妈妈为了让家里的椅子不脏啊 我在家吃饭整个穿裤衩 这是真事你知道吗 我爸爸呢 也要这样 但我妈妈不一样你知道吗 我妈妈有睡衣 我和我爸不配哦 你知道在我们家吃饭有个什么样的景象吗 就是一个穿着睡衣的贵妇啊 和一对海尔兄弟 虽然吐槽我妈妈这么多 但是我还是非常爱我妈妈的 你知道吗 因为我妈妈非常支持我讲脱口秀 我妈妈第一次来看我讲脱口秀的时候 我在舞台上讲的就是这个段子 我妈妈在下面笑的前一会儿 非常开心你知道吗 我爸坐在旁边一笑都笑不出来 我今天讲是谢谢大家 我是小北 谢谢